市場傳出英特爾打算斥資大約300億美元 收購晶圓代工大廠格羅方德 加速生產晶片 被外界認為是直接要跟台積電車拼 不過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英再提細頓說 因為台積電一方面被美國拉著制衡中國 另外一方面又要面對產業競爭 但最新的市場調查 台灣晶圓產能稱霸全球會到2025年 英特爾執行長傑辛格執掌後 對晶圓代工野心勃勃 現在更傳出計畫砸下300億美元 收購全球第四大晶圓代工廠革新 重大市占率來拉近與台積電的距離 代表英特爾要重新回到晶圓代工的 企圖心會增強 所以我想這個併購對英特爾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戰略 最起碼我想兩三年才看到一些 比較明朗的結果 一場抽用晶片荒 讓美國開始想重振半導體發展 在家企業英特爾還沒扶植起來之前 美國只能拉攏盟友台積電 來圍堵中國大陸 面對步步高山的地緣政治風險 也讓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 15號法售會上再提系頓說 只是另一頭近第三星也正重追猛大 不只5奈米順利奪下Google新單 美國擴廠也同樣積極 不過專家點出台積電就靠這兩點來鞏固地位 在先進製程的這個部分 確實是開發了非常多的研究資源 還有人力在這個上面 像現在的5奈米 甚至於未來的3奈米 2奈米 甚至於1奈米 都已經出現在技術藍土上面 台南廠台中廠 甚至於竹客的話 在這個部分 其實台積電也不斷地在購地建廠 台積電雖然腹背受敵 但靠著超前部署 相信還是能持續立於不敗之地 東森財經新聞葉子晶楊超成綜合報導